大雨哗啦哗啦下 地面已經淹成小河 一樓淹水 所見之處全變汪洋一片 一樓住戶只能出動 隔板擋水 這裡是桃園八德介壽路二段 午後雷雨亮成大淹水 車輛經過煎起水花 連駕駛也只能放慢速度通過 水沖進屋內 民眾只能產水自救 還有人匆忙趕回加州 急著要清理泡水的房子 三分之一輪胎高 輪胎三分之一 一大電話給我們 就像中午這種辣種情況的話 只要它下個半小時就會淹 水多的話它就會這樣泡完 就會排過來這邊 這邊因為沒 這邊有水本來是排出去 又被擠回來 大概是通過 不止有桃園 新北市新店區 新潭路一段 還有黃泥水和土石鋪滿地 連車輛要通過都受阻擋 六號下午大雨 讓新北市桃園市多處傳出淹水災情 新北市樹林背內街湍急大水 更是衝進映樓屋內 馬路變成黃河車輛涉險通過 板橋也有地下道變成大水坑 急著抽水 但受季風低壓環流影響 強降雨將連下三天 到週六水氣才會逐漸難移 提醒北台灣的民眾 要多加留意午後雷雨 華日新聞最後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 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好 好 好